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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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這應該是我今年唯一一場實體現場講的演講 大家好,在今年1月,我向微軟回報了一系列關於Exchange Server的漏洞 並把其中一個漏洞命名成Proxy Logon 如果相信你有在關注資安產業的話,你一定有聽過這個名字 Proxy Logon應該可以算是Exchange Server這20年歷史中最嚴重的漏洞 但隨著我們更深入地去研究Proxy Logon 我們發現它其實不僅僅只是一個漏洞,不僅僅只是一個攻擊 而是可以讓研究者或者是駭客去挖出更多漏洞,一整個全新的攻擊面 所以為了要讓大家更好的去了解這個攻擊面 那我會從解釋Exchange的架構開始 然後帶大家了解為什麼這個攻擊面它的特殊性 那在了解架構後,相信大家一定不會驚訝 為什麼我可以輕鬆地在Exchange Server上找到那麼多漏洞 好,那首先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Orange 那目前在DevCore擔任首席資安研究員 那我的工作就是找出最嚴重可以影響整個世界的漏洞 那並且在壞人利用他們之前回報給廠商,讓他們得以被修補 那除此之外,我也是HitCon CTF 戰隊的隊長 那也是一名獎師 那除了到過世界各地很多比賽,很多地方比賽 也到很多國家演講過 那我發表的研究也得過蠻多獎項的 例如說,駭客界的奧斯卡獎Punking Award 或是每年的年度最佳Web Hacking技術 甚至世界破解大師Punk to One我都拿過冠軍 那如果你對我的這些經歷有興趣的話 那歡迎follow我的Twitter或是部落格 或者是晚點結束的話也可以來找我交流交流之類的 那所以為什麼要研究Exchange Server呢 那我相信啦,2021年對微軟來說是很痛苦的一年 那今年關於Exchange的各種事件 不論是出了什麼漏洞啊,或是哪個企業 又因為Exchange的漏洞 然後被駭客組織攻擊的新聞也夠多了 那相信我應該不用再強調它的嚴重性 那Exchange Server應該算是世界上最有名的Mail Server 那因為有微軟的support 那Exchange更是很多大公司企業啊 或是政府單位他們的Mail Server首選 那Mail Server又是天生帶著 就是存放著很多機敏資料的這個屬性 所以說你可以想像啦 當Exchange Server出現一個嚴重漏洞的時候 那會是多大的災難 所以我們做了哪些事情呢? 那我從架構面去review了整個Exchange的安全性 那並發現了一個全新的攻擊面 那算著這個新的攻擊面 我們發現了九個漏洞 那並且把這些漏洞串成了四個不同的攻擊 那其中第一個也是最有名的一個 就叫做proxylogan 它就是一個簡單暴力的pre-auth RCE 攻擊者不需要任何帳號密碼 只要知道你的IP就可以直接打進去了 那第二個是proxyolocal 那它相較proxylogan的話 它就是一個比較有趣跟密碼學有關的漏洞 那攻擊者可以透過這個漏洞去還原任意使用者的名文密碼 那第三個則是proxyshale 那這個也是我們今年在punt2on主賽場上面 賺到20萬美金 然後並且得到冠軍的這個漏洞 那同樣也是一個暴力的pre-auth RCE 那最後一個是最新的一個 那叫做proxyrelay 那這是一個新的攻擊 相信大家還沒有在任何地方都聽過 那等一下可以聽我微微道來 好 那我想順便講一下 就是我propose的這個新的攻擊面 其實也讓整個世界的這個資安社群為之沸騰 你可以想像在我提出proxylogan之前 幾乎是沒有人有辦法在exchange server上 弄出一個pre-auth RCE的 那大家對於exchange的態度 就是一個很肥微軟support很難打的東西 但自從我提出這個攻擊方式之後 但自從我提出這個攻擊方式之後 基於我的研究 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一些exchange漏洞被找出 例如說在四月由美國NSA回報的proxynot found 那或者是由越南郵政電信集團他們的安全團隊所回報的proxy token 那你可以發現他們的取名的名字前面都用了proxy這個 prefix 就是為了要致敬我的這個攻擊面 那晚點也可以聽為什麼這個東西跟proxy有關 那exchange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軟體啦 那從最早1993年就開始存在 可能比在座的多數人年紀都還大之類的 那exchange自從2000年開始幾乎 為什麼會一直跳 不過算了 自從2000年開始他幾乎每三年會release一個新的版本 那不知道是他的工程師沒有好好設計架構還怎麼樣 幾乎每一次的新版本他的架構就會整個打掉 就是大改過 那不管是把什麼東西merge去什麼地方 或者是把原本架構打掉 用新的名字去定義原本舊的東西 反正他的架構就是會大改 那微軟為了去確保exchange server 他新舊版本之間的一些相容性 那他其實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技術在 那或者是說從架構上隱身出的一些架構在 會更為貼切 那我們發現的新攻擊面其實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我們要介紹一個叫做client access service的一個服務 它叫CAS 那CAS在exchange中是一個非常底層的原件 那這邊是我從官方說明文檔 copy過來的 他說CAS是一個負責接受所有protocol使用者連線的前端服務 那並且負責將這些連線proxy到相對應的後端進行處理 那這個CAS就是我們這次所關注的地方 那由於這個CAS位於exchange在處理連線時的非常前面的一個位置 那你可以想像在CAS上面的漏洞 天生就是不用認證的漏洞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當這個基本的原件 如果出現bug或出現漏洞 那它的嚴重性所在 那這個也是我從微軟官方中就是複製 後端服務去處理後面的邏輯 那處理完當然也是透過CAS回傳給使用者 那因為我是一個web狗 所以說我就專注在看CAS這個原件上的web部分 好 那整個CAS其實架構在IIS之上 那在IIS中會有 在exchange的IIS中你會看到有兩個website 一個叫做default website 那它就是我們剛才講的CAS proxy的前端 那另外一個則是exchange backend 那這個也是實際在處理 呃郵件邏輯的這個後端 那default website就是前端 它預設是listen在poll的80跟443 那backhand 預設是listen在poll的81跟444 所以說如果你去觀察你的exchange 它至少一定會開四個poll 80、81、443跟444 那我這邊要順帶一提的是 這些poll都listen在0.0.0.0 代表所有人只要知道IP位置 就可以直接訪問這些服務 那所有在前端的這個 所有在前端的什麼 就是CAS其實是有非常多的IIS的模組去構成的 那所有在前端的appication 它都會有一個叫做proxy 都會繼承一個proxy module的模組 那這個proxy module的模組就是去負責接收 使用者傳過來的http request 然後做一些雜七雜八的設定啊 然後接下來把它丟到給 接下來再把它丟給後端 那所有在後端的這個appication 都會有一個模組叫rehydration的一個moder 那它就負責處理前端傳過來的東西啊 並且判斷前端的request 它原本的mail的身份是什麼啊 然後接下來處理一些mail的business logic 然後接下來就是再把它給傳回去之類的 那這邊要順道一提的是 Exchange中的前端跟後端要怎麼去交換 他們自己要怎麼去交換資訊呢 那這邊我先小爆雷一下 他們是用http header 去傳送一些他們之間想要傳的資訊 所以對於一個使用者連線來說 它會先進入到前端的iis 然後經過很多moder 例如說validation 做log 然後做雜七雜八的一些moder 然後最後到frontend 最後面的proxymoder 那這個proxymoder 就會再把這個request 透過http的方式 丟給它的backend service 然後backend service 那邊就再去做一些雜七雜八的 郵件邏輯處理啊 或雜七雜八的事情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當你送東西給exchange的時候 它的一個邏輯 所以我們的想法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們能不能直接去訪問exchange的後端 因為我剛才有說嘛 它是byte在0.0.0.0上面 那因為exchange的前後端 都透過http header去交換資訊 那而且看起來 所有跟exchange有關的一些 全線處理啊 access control 全部都是在前端處理 那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些神奇的方法 可以讓我們不受限制的去訪問exchange的後端 那說不定那邊會有非常多好玩的 不論是一些內部的API啊 還什麼之類的 我們可以去攻擊 所以要怎麼去攻擊整個CAS的架構呢 那我們首先得了解前端的proxy module 到底是怎麼去實作的 那在proxy module中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叫做proxy request handle的這個class 那在exchange中 所有前端的這個application 或是我們說handle 都必須去繼承這個class 去實作說 它要怎麼處理它的proxy邏輯 它要怎麼去把東西丟給 它要怎麼把使用者連線處理 然後並且丟給後端 那這邊都是這個 不要生氣 好繼續 都是這個proxy request handle的要去處理的 那為了方便講解 我們把這個proxy request handle的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request 第二個是proxy 第三個是response 那在這個request階段的第一個方法 是用了一個函數叫做 Copy headers to server request 那這個函數會決定說 使用者傳過來的請求中 有哪一些http的header 可以送到後端去 那就像我們前面說 exchange透過前後端去交換 透過http header去交換前後端的資訊 所以說 exchange的前端第一步就在這邊檢查說 有哪一些可以送到後面去 那想當然它在這邊有一個黑名單 那去擋掉就是 一些exchange內部會用到的一些header 去防止一些壞人去衛造一些東西之類的 那大家可以先記得 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header 叫做excommonassist token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header 那我們晚點會提到它很多次 好那下一個是Copy cookie to server request 那一樣就是把使用者的cookie 然後複製到一個新的request 然後把它送到後端去 那這邊其實跟前面差不多 那接下來就是request section 接下來就是一個叫add protocol specific header to server request 那這個方法它會在 這個handler會幫它加上一些客製化的協議的設定 你可以想成就是幫它加一些設定 那這些設定例如說 你訪問你的webmail 那你訪問一些web service 它就加上相對應的設定 那都是在這個地方加的 那這些設定會隨著http的request 一起傳送到後端去 好那件好 呃 喂喂喂 我看一下 那除了剛剛講的就是handler 會加上自己的一些額外設定之外 那這個方法還會再做一件事情 它會把你當前的這個登錄的這個郵件身份 去複製一份 然後把它放到一個header 叫做ex common access token 所以我剛才說這個header是exchange內部用的嘛 那這個header其實就存了你 當前你在前端登錄的這個使用者身份 所以說前後端要怎麼去sync你的使用者身份 它透過這個header 你在前端登錄之後 那前端會把你的登錄的結果 把它序列化之後放到這個header 然後隨著http的header傳到後端過去 好所以當request建構好之後 那接下來要進入到proxy的階段 那proxy一開始會用到一個方法叫做get target backend server url 去計算說去找說 我這個使用者請求 等一下要送到哪一個後端去 那你要先記得 這邊也就是漏洞最多的地方 那我們等一下會繼續講它 那接下來一樣就是創造一個http的client 然後把你的request送到backend去 那我剛剛有說嘛 就是exchange的前端跟後端 他們的po都是byde在0.0.0.0身上 那你不會想說 那我直接它都對外了 那我就直接訪問它的後端的81跟44 不就好了嗎 那這邊exchange有做一個小處理 它有個機制是 當前端在產生這個要丟到後端的request的時候 那它會透過exchange本身的這個machine account 去產生一組kerbrows的tiki 那它產生完這個kerbrows的tiki之後 它就把它放在這個authorization的這個header上 所以說 後端怎麼去驗證你這個前端 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法的前端 它就是透過這個kerbrows的tiki來去判斷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方法就是 就是generatekerbrows aus header 那裡面透過了exchange的http的這個spn 去產生一組kerbrows的tiki 所以說如果你仔細觀察前後端他們的溝通 你會發現 除了你送過去的request之外 exchange至少會幫你加上兩個header 一個是authorization的header 那這個header就是前端自己透過machine account 產生的kerbrows的tiki 用來驗證你是合法的前端 那另外一個是ex-common-access-token 那這個就代表說 你當前在exchange前端的登錄身份 好 那接下來就是把請求送出去送給後端 那接下來送完之後就進入到response的階段 那response階段其實跟request一樣 就是後端處理完之後一定會回傳一些結果 那這邊就是結果就是exchange的前端 會在決定說哪些回傳的結果 哪些header哪些cookie我可以回傳給使用者 那都是在這邊判斷的 好那我們講完前端之後 接下來講一講後端 那我剛剛講到後端幾乎所有的request都會去 所有的application都會繼承一個叫做 backhand rehydration的一個modure 那這個modure一開始會透過就是iis內建的方法去認證 你到底有沒有登錄成功 那這邊驗證的東西就是去驗證你前端傳過來的這個kerbrows的tiki 到底是不是對的 那驗證成功之後他會去call一個方法叫做trygetcommonassisttoken 那這個trygetcommonassisttoken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把http中的header的這個xcommonassisttoken 然後把它給反序列化成一個windows的登錄屏證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這個登錄屏證放在你當前request裡面 那所以接下來後面的business的邏輯 你都可以用這組屏證去代表說你到底是誰 所以說 所以說什麼 所以說 所以說 好我們這邊先跳過 因為我覺得我今天東西有點多 好所以這邊是一個比較就是一個給你的一個小總結 那所以說 當一個request送到exchange的時候 那一開始前端會先去驗證這個request 然後去把你的登錄的憑證 就是你信箱登錄的憑證 把它序列化到xcommonassisttoken的http header上 那接下來 frontend會自己產生一組kerbrows的tiki 然後把它放在authorization的這個header上 然後第三步其實就是把前端把這些header 隨著你的http request丟給後端 好那後端收到之後 它一開始會先去判斷你的authorization的這個header 去判斷你的這個身份 你到底是不是一個合法前端產生的kerbrows的tiki 來去驗證你這個request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那驗證成功之後 它就會透過你當前header上的xcommonassisttoken 然後去知道說你原本在前端是哪一個使用者身份 那他就可以知道說你是哪一個使用者了 那這是一個非常簡略版的一個認證 在exchange上面前後端的一個認證流程 好終於講完了很麻煩的東西 那我們可以開始來解釋比較酷炫一點的東西 那我們就last data hack 好那首先我們要講的第一個攻擊是proxy logon 那我前面也解釋過 這應該是exchange二十年來最嚴重也最有名的一個漏洞 那proxy logon用了兩個漏洞去串承出一個pre-auths的rce 那一個是pre-auths的ssrf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前端的pre-authsssrf 然後另外一個是在後端的任譯檔案寫入的漏洞 那proxy logon在哪裡呢 那這個bug主要存在的地方在我一開始講前端的proxy section裡面 那這個proxy我剛剛講到就是前端要去決定說 我這個request要送到哪一個後端嘛 所以他call了一個方法叫做get target backend server url 去決定說他到底要把這個request送到哪裡 但是在這個裡面 就是在其中一個實作的地方裡面 那有一個地方可以很輕鬆的 從cookie去指定說我的exchange後端是哪裡 所以說當你了解整個架構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bug其實就這麼簡單 它就是有一個地方會從cookie去決定說 它的exchange後端要在哪裡 所以說你只要在你的frontend request 送一個特定的cookie 然後把這個cookie指定成你自己的網址 那exchange的前端就會自動去訪問你所指定的這個網址 然後並把結果給帶回去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SSRF的案例 那所以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漏洞呢 我們前面有提到說exchange的架構隨著新版本的更新都會大改 那這個cookie看起來是一個dirty hack 就是他們工程師的一個dirty hack 他們為了要去確保說exchange在新的架構它的前端 可以快速地找到它的舊架構的後端在哪裡 所以他們引申出這個cookie 來去讓可能本來不是讓使用者指定 就是本來可以讓前端指定之類的 但是這個東西可以直接被使用者assess 所以就是說因為就是要確保這個架構的compatibility 是compatibility所引申出來的一個設計問題 所以透過這個cookie 其實我們可以任意指定exchange的後端 那因此這裡我們有一個super ssrf 那為什麼會說它是超級ssrf呢 因為說我們幾乎可以控制這個ssrf中的所有的httprequest 跟得到所有的httpresponse 那更屌的是在這個ssrf中 exchange還會順便幫我們帶上一組cookie 所以就算在內網 你被預控保護起來的一些http的服務 我們都可以透過exchange的machine account的全線去打爆它 所以用這個super ssrf 我們利用了一個exchange內部的API 叫做proxylogon.ecp 那去取得一組合法的session 然後訪問它的管理介面 那這組API也是為什麼我們把這個漏洞取名成proxylogon的原因 那至於後面的一些利用 我相信網路上有非常多的分析 那基於時間的因素我這邊就先跳過 那demo影片的話我們網站上面也有 所以我也先跳過 好接下來我要分享的是proxyolocal啦 那這個相對proxylogon來說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跟密碼學有關的漏洞 那proxyolocal主要串了兩個漏洞 一個是crossescripting 一個是paddingolocal 那首先我們要講說 就是你在登錄exchange的時候 你一定會看到這一組熟悉的登錄介面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是exchange在背後是怎麼去實作這個登錄介面的 那這次的問題其實就在這個登錄的實作上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的CAS的architecture 在CAS的architecture中有一個地方叫做FBA 那這個FBA的全名叫做phone-based authentication 那phone-based你可以把它翻成中文就是基於表單的一個驗證 那這個模組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登錄的帳號密碼 把它轉成去確認說你有沒有登錄成功 那有的話把它轉成cookie 或者是說你在拿著cookie訪問它的時候 它去確認你的cookie到底是合法還是非法 如果是合法的話再把它轉為成你的帳號密碼之類的 所以說這個實作的implementation 它把你的帳號跟密碼直接存在cookie裡面 那當然就是它因為怕明文的帳號密碼直接在cookie裡面 那這樣聽起來一定不太對嘛 所以說它用了額外的一些加密機制去幫你把你的帳號密碼給加密起來 讓你的帳號密碼不會適用明文的方式在cookie裡面存之類的 所以說如果你在登錄exchange之後 你仔細的觀察你送過去的http request 你會看到非常多長長漏漏等的這些cookie 那這些cookie其實就代表說你的帳號密碼跟你的身份 那在之後的一些mail的操作中你就一定要帶上這組cookie 那exchange才會知道說你到底是誰 那這邊有其中有五個比較重要的cookie 那分別他們都用CA data來做開頭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叫做CA data 那它存的就是你加密過後的名文帳號跟名文密碼 那這邊是一個簡略過後就是它的帳號密碼的一個加密流程 那exchange首先會去產生兩組random的字串 然後分別當成當前session的IV跟key 然後接下來它就用AES去把你的帳號密碼用AES給加密起來 那它為了防止就是 然後接下來它會把這個IV跟key還有加密過後的東西 就隨著cookie一起吐回給你 但是它為了防止就是有人拿到cookie 那你剛才想說IV跟key跟你加密的東西都在cookie裡 但假如說有人拿到的話 它還是可以去解出你的帳號密碼 它為了去防止這件事情 所以說它用了它自己的SSL的憑證 用RSA再把這些東西全部再加密起來加密一次 好累喔 好所以沒錯你剛才如果聽到AES 你應該可以想像就是在2021年 你還可以在exchange上 像exchange這麼大的軟體上面 就是還是有patingolocal的漏洞 我剛才沒有講好 就是AES它是用cpcmode這樣子 那如果你對密碼學有一些sense的話 你就會想說cpcmode應該就有patingolocal 那的確也沒錯 在2021年exchange上面還是有patingolocal 存在 所以現在我們基本上我們有patingolocal 我們可以不用認證的去解密任意的cookie 但問題是我們要怎麼得到使用者的cookie 就是你要切魚總要有魚給你切嘛 那你要解cookie總要想要先得到使用者的cookie 所以這裡我們串了另外一個漏洞 我們找到了另外一個叫corsite scripting 用這個漏洞去偷取使用者的cookie 那這邊還有一個比較tricky的部分是 基本上在exchange中所有的cookie都有用http only的保護機制 把cookie保護起來 但因為時間因素我們好像沒有辦法去講 我們怎麼繞過這個機制的 好我們就直接看一下demo了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開始我們有一個受害者 然後下面就是我們的攻擊者 那我們的攻擊者就執行我們的可怕的攻擊程式 那我們指定說他的受害者是 是打字太慢了 我來錄這段影片的時候 只要有錯我就要重錄 所以說錄了十幾次左右吧 好我記得一封有關XSS的信給他 所以當使用者點開之後 他的cookie就會被偷到 就會被送到我這邊 那我們收到cookie之後 其實這時候你把你的郵件關掉 就是把你的瀏覽器關掉 我們還是可以離線的去解出使用者的cookie 所以這邊經過了差不多三十秒的 這個pading Oracle的攻擊過程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拿到 使用者的密碼是testt234 所以說你只要點開一封郵件 我們就可以拿到你的名文密碼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好那這個是proxy Oracle 好那第三個是proxy shell 那其實相較proxy logon來說 這個漏洞更為嚴重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punt2one 2021的主賽場上面 用到打掉exchange的漏洞 那它也是一個不用認證的pre-auss RCE 那這個攻擊我們串了三個漏洞 第一個是pre-auss的pass confusion 去繞過它的ACL 然後第二個是一個在powershell上面的全線提升 然後第三個一樣也是一個任意寫檔的漏洞 好那proxy shell在哪裡呢 它也在剛剛前端的proxy section上面的 這個get target backend server url 好那這邊的主要原因在哪裡呢 其實是在exchange中 其實有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feature 叫做expressator的logon feature 就是說exchange為了要讓一些東西可以展示出來 例如說別人使用另外一個使用者的信件 或是另外一個使用者的calendar 或是另外一個使用者的一些跟meeting有關的一些東西 所以它設計了一個機制叫做expressator的logon feature 那這個feature就是它可以讓你 就是假如說你有設定的話 就是假如說你有把你的calendar的形式力 設定成public的全線的話 那你可以透過一個url 讓別人去看到你的形式力 那為了要讓這個動作是順利的 所以說exchange吧 那個就是假如說我要看你的url 那你的url就是會在網址上面 那exchange的server的implementation 我只要去看說 我只要去pass這個網址 然後把你的信箱pass出來 然後去確定說你對方到底有沒有開旋線 有的話就把我的calendar展示給你 那這樣子就可以實作這個expressator的logon feature 所以說這個網址 exchange會先去pass它 然後並且把中間這個使用者的信箱給pass出來 然後接下來就把這個東西拿掉 那原本的這個url就是一個原始的exchange 就是原始louter裡面有的東西這樣子 好 那當然就是在看過exchange的原始碼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不只從網址可以去指定說 我們要看誰的mail 那我們發現就是當如果你的網址結尾 是一個雜七雜八叫什麼 autodiscover.json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從一個quality string去指定說 我們要去看誰的email 那雖然說對方一定還是要我開這個feature 但是我們找到另外一個東西可以指定說 我們找到另外一個方式去指定這個mail的部分 好 那我剛才有說就是exchange為了要去把這個新的功能 去relauter到它原本的功能上去 那它一定會把網址中間的這個url的信箱的部分給移除掉 那這樣移除出來之後的url 才可以符合原本的lauter去用原本寫好的code去處理它 那所以說exchange在這邊做處理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做太多的檢查 直接把你指定的這個mail 然後去對網址去做刪除的這個動作 所以造成一件事情是我們可以任意地刪除送給後端的網址中的部分內容 那我們這邊給一個比較輕鬆的案例 例如說在這個slide上面 那這個是我們要去訪問的網址 好 那這個是我們指定說我們要看這個人的mail 那理所當然這個人一定不在啦 那這就只是一個比較惡意的一個pattern這樣子 好 那exchange看到說這樣的mail之後 它會去把網址中相對應的部分給移除掉 因為它要接到原本的lauter上面去 所以說其實這部分是會被exchange給拿掉的 所以經過拿掉的這個步驟之後 整個路徑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代表說我們可以把我們原本不要訪問的路徑部分給拿掉 然後造成exchange可以去訪問任意的後端 所以這裡我們用一個example 然後去證明說我們實際上可以透過這個past confusion 去訪問到exchange的後端 然後它帶的權限又是sinstant權限的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所以說現在我們可以任意的訪問後端 那剩下就是一些poster 就是後滲透的部分 那原本我們在proxy logon 好 OK 原本我們在proxy logon上面用到的那個approach 就是我們原本用到後端的proxy logon.ecp的這個API 那因為在這邊有一些exchange的內建防禦 所以我們不能直接去利用那個API 所以我們勢必得找一個新的方法去串出一個share 那這裡我們去把眼光放到一個叫做 powershell remoting的一個exchange的feature上 那powershell remoting是一個exchange內建 可以讓使用者透過powershell去自動化一些讀信啊 收信啊 或做設定的一些流程 雖然說我也不知道誰在用 但是它就是提供一個這麼好用的功能 那我們在看這個 我們那個時候想說 我們既然可以無限制的去訪問後端 那我們可不可以訪問就是powershell的這個後端 那說不定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執行任意的powershell之類的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是失敗的 因為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身份是sinceton的使用者 那當我們在訪問後端powershell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sinceton的這個使用者 沒有一個合法的mailbox 所以就算可以過認證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去訪問 沒有辦法去操作它的powershell 因為我的權限太高了 然後我沒有辦法去做事 所以說我們要做我們要怎麼辦呢 那我們在就是詳細的看過它的implementation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powershell的這個remoting的功能 除了會從你的xcommonss token去找出你是哪一個使用者外 它額外判斷 假如說它在header中沒有看到xcommonss token這個header的話 它就從你的query stream中去把一個參數拿出來 然後把它給反序列化當成你當前的身份 好所以這裡面我們就有了一個elevation of privilege 就是一個提權的漏洞 但是因為我們可以透過在這個query stream上面 指定成任意的使用者變身成 指定成任意的使用者token 然後變身成任意的使用者 所以說我們這邊有一個提權的漏洞 但這裡我們用這個提權的漏洞 來幫我們降權 因為我們sinceton權限太高 這種要求第一次聽到 所以說我們用這個提權漏洞 來幫我們變身成一個比較低權限的express exchangeadmin的使用者 那exchangeadmin的這個使用者一定就有mailbox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兩個漏洞的串聯 去執行任意的exchange的powershell 好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去執行 用管理員的身份去執行任意的exchange的powershell command 那然後呢 那俗話說就是不拿shill的駭客不是一個好駭客 所以我們的目標也是去拿一個shill 那這件事其實對我們現在來說是非常簡單的 因為在管理員的權限下有幾百個exchange的powershell command 你可以去看到底有沒有一些落點存在 所以這邊我們找了一個叫new mailbox export request 去把一個使用者的信箱把它export出來到webroot 讓它成為我們的webshell 那這邊的一些細節就可以先跳過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我們的部落格 其實後面還有非常多的一些利用啦 但這邊其實有一點太細節就先跳過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一些東西 所以整個攻擊鏈是長這個樣子啦 我們一開始就是 喔 整個攻擊鏈先跳過 好了 我們直接看demo 好 那反正就是簡單粗暴的demo 我只要看到這個頁面 就可以打下你的exchange server這樣子 好 那這邊的exchange server叫 1x01.orange.local 那因為我的exchange server用到一些跟powershell 還有一些winrm有關的東西 所以我寫在windows上面 那我們這邊指定demo不就那個樣子黑黑的畫面 然後等一下跳出一個shell大家鼓掌這樣子 好 你看看我們就做了一些winrm相關的事情 然後執行了某個powershell command 然後接下來看起來我們exchange server出一個webshell了 那我們等他一下 等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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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有一個share了 然後其實在這個地方你輸個web and i 其實就是一個sinstorm的share了 好 那這個時候應該有鼓掌 好 所以說你看就是一個 你只要給我它的server的IP 我就可以直接打進去了 還不用帳號密碼 那這個就是非常屌的一個漏洞 好啦 那我要開始講比較新的東西了 那接下來 因為我這份投影片其實本來是要在8月的hecom講啦 那因為疫情的緣故延到了11月 那所以本來想說在blackhead後就可以直接講 OK 我知道 本來在blackhead或defcom後就直接講這個東西 看起來好像很棒 但是延到11月 那如果我要再講三個月前的東西好像有一點 對不起大家 所以我又在這邊多加了一些新東西 那我們主要來談就是我在blackhead演講之後 那關於這個exchange的這個攻擊還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出現 好 那我第一個可以先講 我在那個時候沒有講到就是NSA也回報了一個 NSA在我之後也回報了一堆跟exchange有關的漏洞 那他們雖然說不是他們命名的啦 但是有人就是把它叫做proxy not found 那這個proxy not found就是被NSA回報 然後它在4月的時候被修補 那當修補程式出來之後就有很多的資安廠商去看 到底這個漏洞的look holes在哪邊 然後那時候有一間越南的好像越南的國家安全中心吧 他們去附現出這個漏洞 然後並把這個漏洞命名成proxy not found 也是很酸的 好 那proxy not found其實也是 主要是跟兩個漏洞有關 那這兩個漏洞都是pre-auth的SSRF 那當然就是這個東西 NSA找的漏洞就是就在我講的這個新攻擊面下面 那這個proxy not found其實跟proxy logon非常的相似 那唯一的不同點就是在proxy logon中用到的cookie 那在proxy not found中是用到不一樣的cookie 但是所有的look holes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細節的地方就不講了 你們可以直接看到結果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cookie裡面在給另外一組cookie 然後這組cookie經過了一點小加密 Base64 encode的加密 然後它的名文就是下面的這個的一個網址 那你只要把它丟在cookie給對方 那exchange就會直接去訪問它 那它的原因跟我們的proxy logon非常的相近 好 那接下來是proxy token啦 那這個是也是由越南的一個團隊所回報的漏洞 那他們透過REDI回報 那這邊他們用到了另外一組跟exchange有關的feature 但是也在我們提出的新攻擊面下面 但由於時間因素的話那這邊也跳過 那我這邊要說的是就是在微軟4月的patch中 其實它把這個它加了一個很好的patch 讓基本上就是我今天講的這個攻擊面 所有跟認證有關的東西它都好好修掉了 所以基本上我今天講的這個攻擊面 在4月的這個patch過後 那很多的攻擊都因此可以被減緩 那它做的方法就是在產生Curbro sticky 前 它一定要去驗你當前的request沒有權限啦 那這個對駭客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解法 那當然對駭客來說就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那個時候在想說 那4月的patch之後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去攻擊exchange的點 那看起來我所提出的攻擊面變low了 那我們還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去玩exchange 那理所當然就是還是有其他的玩法啦 那理所當然就是還是有其他的玩法啦 例如說 exchange其實它是built on在windows之上 那它用了非常多windows一些內建的feature 那如果那些feature有問題的話 exchange可能也有一些問題 所以說我們就想了一個新的攻擊方法 我們就想了一個新的面去攻擊exchange這個東西 好那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東西叫做proxy relay 那proxy relay是一個新的認證繞過漏洞 那你只要給我一個exchange server 那我可以不用帳號密碼 就變身成任何使用者去讀你的信件啊 或是幫你寄信啊或做任何事情之類的 那它其實有一系列的CVE啦 但幾乎每個CVE可以達到的效果都是一樣的 那有一些還沒修有一些修了 那我今天會先講可以講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叫它proxy relay呢 因為它用到了 它一樣是在CS proxy上面的問題 然後這裡我們用到了另外一個手法 叫做ntlm relay 那我們把兩個東西串在一起 所以我們叫它proxy relay 那這個proxy relay其實不受微軟4月的patch的影響 因為它用了另外一個architectural label的一個issue去攻擊exchange 好那ntlm relay這個東西其實出了非常久 那微軟也有非常多的一些mitigation去解決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是ntlm relay一定要需要使用者去觸發這個ntlm的authentication過程 但是我們身為攻擊者 我們一定想說我們要主動的 就是我們不想要被動的去等使用者trigger 我們一定要主動的去觸發這件事情 所以這裡我們結合了一個漏洞叫做printer bug 然後去 大哥抱歉 我們用了printer bug 然後去讓就是 這是微軟的一個不會修的一個feature 然後去讓server可以去 向我們發起一些ntlm的認證過程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化被動為主動 好那ntlm也禁止 就是一些mitigation也禁止了一個sandhost reflection 就是你不能把你原本 A的ntlm的東西relay到A自己身上 那這裡我們用到的一個想法是 通常在大企業中你的exchange不會只有一台 那你可能會有一個exchange的cluster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用ntlm relay 把exchangeA的authentication relay到exchangeB上面 那這個防禦應該就擋不了我們 那最後一個則是就是在ntlm relay的一些 攻擊中會有很多的smb的signing啊 或是channel biting去防止你做ntlm relay的一些攻擊 但在這邊其實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是透過http去發起ntlm的relay攻擊 所以這些防禦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沒有差的 所以讓我們先講一下這個cv20213376吧 那這個是在7月patch的一個exchange的漏洞 那微軟在這個漏洞中感謝了兩個研究員 一個是我然後一個是在騰訊的一個我不知道是誰這樣子 但那個人在defcon就是今年defcon的時候也有講到這個漏洞 那這個漏洞的概念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你透過printer bug去把exchangeA的ntlm relay到exchangeB上面去 那我們透過這個ntlm relay就可以去落掉exchange的 就是可以去過exchange的認證 那過完認證之後我們就可以去任意訪問exchange的 例如說ews啊或什麼 然後去任意操作使用者的web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好 那我們也在那個漏洞之後我們也發現了另外一個相似的 但是是更底層的一個漏洞 那也在6月的時候回報給MSRC 那本來是想要在今天講的啦 但是就是跟微軟溝通很久之後 那他們好像說沒有一個很快的方法 因為是很底層很架構層面的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很快的去修復這個漏洞 那所以說他們沒有辦法很即時的去push那個patch在11月 那反正就是經過很多討論之後 那我們最後還是決定說 不會講他的細節這樣子 不過還是可以給你們看一下影片 好 那你們可以看到 所以說在這個攻擊情境裡面要有兩台exchange的server 那我們這裡用exchange01跟exchange02 那我們首先先看exchange02它的版本是現在最新的版本 好 那接下來我們去用我們自己改過的這個ntlm relay x 然後去把exchange01的ntlm relay到exchange02上面 欸不是這個是ntlm relay 抱歉 是要relay到02上面 然後接下來透過printer bug 然後去把exchange01的這個ntlm relay到我們身上 然後我們再把它relay到exchange02 所以在這邊我就...不見了 反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可以去讀任意使用者的信箱這樣子 好 那當然說其實我們可以做更多事情啦 但這邊就只是一個example而已 只是要去展現它的嚴重性 好 終於我要講完了 我還有兩頁 好啦 那我們最後要談一下mitigation啦 那當然就是說最重要的還是去讓你的exchange up to date 這個都老生常談的沒什麼好說的 那另外一個想講的是就是關於proxy relay 因為它是一個設計層別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很簡單的去透過patch啊或什麼 在現階段你沒有辦法透過patch啊或什麼去防止它 那可以跟你...就是可以跟你說的一些mitigation 可能就是你去把printer bug的lucos printer spruler service給關掉 或者是你乾脆不要在你的企業中讓它讓ntln這個authentication繼續存在 或是你很懶的話啦 你可以把考慮把你的exchange server把它放到online的exchange 365平台之類的 這當然只是玩笑話 好啦 那我今天的演講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的話歡迎等一下跟我交流 謝謝大家 好 那個各位以前我們都是聽啊 NSA它發現了自己發現了什麼漏洞 但是難得這一次是NSA因為台灣的資安研究員 而延伸出來找到的漏洞 所以我們台灣資安研究員真的非常厲害 說不定他們也是藏了很久 然後看到我發出來之後跟著發的 沒有啦各種猜錯都有 那要謝謝你囉 對啊 OK 好 好 那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在slido要看slido之類的 好好好 你看一下slido有沒有人發問 現場的有沒有人有問題 時間有點delay 對 抱歉 有沒有 請問 請教一下 你剛剛提到說 因為你們跟那個微軟團隊討論說 可能不要再近期提出細節 對 那他們預計什麼時候才有可能把這個漏洞解掉 他們說12月 但感覺會再delay 因為我們通常回報漏洞會給他們一個期限 那當然說我們是好廠商啦 就算超過期限我們還是說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那他們現在是跟我們說 我本來給他們的時間是到9月 但他們就說真的是架構底層的問題 沒有辦法說改就改 然後他們現在給的一個daylight是12月這樣子 所以預計12月我今天講的東西 預計12月如果順利的話 exchange的架構就會大改了 對 那是不是我們又要開始patch了 那是你們 不是我們 對 好 其實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今年都在patch exchange server 對 我收到很多人的抱怨啦 說你每幾個月就回報一個exchange漏洞 然後他們公司整個就是要加班之類的這樣 對 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看到在slido上面有人說 請問把後端的listeningpo 就是後端的那個本來listeningpo 81跟444 從原本的0.0.0.0把它改到binder在127.0.0.1 會有什麼影響 會有影響 因為你可以想像exchange 本來設計就不是一台 它可能會有很多台 所以說你一定要把這個po 開放給其他的exchange訪問 所以說你如果把它binder到127.0.0.1的話 那 如果你只有一台的exchange的話 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通常大企業會有十幾二十台 甚至幾百台的exchange cluster 那這樣是沒有辦法的 反正它不能用它就會改回來了 反正對就是架構問題 真的 我為什麼有sauce code 因為exchange是用darnet寫的 那darnet大家都知道 就這樣 真的可以decompile 不是啊 你就算c寫的我也可以decompile 不是都這樣嗎 好好好 對 然後因為darnet的decompile相對輕鬆 所以說 它沒有混嗎 它沒有混 那很多 後來在推特上面看到 就是我在3月4月開始研究 我的成果開始出來之後 然後一堆人開始跟風的去研究exchange 然後在推特上面看到很多人抱怨說 看這個很簡單 但是它的architecture看到就是頭痛到不行這樣子 所以其實要去研究exchange的門檻是很低的 但是它的code太複雜了 所以反而麻煩的地方是 你要去了解它的架構 跟你真的要花心思下去認真的讀它這樣子 所以decompile就是看到sauce code的地方 實際上是不難的這樣子 它有可能前面那個CAS把它全部都改掉嗎 那就是架構大改 那我剛才說每三年會大改一次 不知道 2019到再加三年 差不多是2022年 那剛好是明年架構優惠大改的 這樣子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對還有問題嗎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掌聲再次謝謝ORANGY 好 那今天的議程今天就到此為止了 大家可以下班了 謝謝大家